恭喜發財新年快樂 今天是大年初一 蟲蟲哥哥祝大家身體健康 各位小朋友快高長大 學業進步 各位大朋友生活愉快 幸福美滿 不知道大家在昨晚或者前兩晚有沒有吃到年夜飯 年夜飯都是我們中國人習俗其中很重要的一頓晚飯 同一時間你都看到蟲蟲哥哥已經換上了一件新衣服 一件紅色的衣服去配合新年的氣氛 為什麼會說起年夜飯和新衣服呢? 因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新年的英文 就包括了年夜飯和換新衣 我們馬上來看看 哇 歡迎大家回到《Reunion in Chinese New Year》這本書 其實已經來到第四集了 今天就先跟大家說一說年夜飯 首先我們看看這張餐桌上面 大家坐在一起 所有家人一起吃一頓年夜飯 的確是一件很幸福很溫暖的事 看到這個餐桌上面的美食呢 嗯 都是令到蟲蟲哥哥流了口水 很想念這些很美味的中菜啊 YUM YUM 好了我們看看這一版上面 是怎樣介紹年夜飯的先 The happiest time of the year arrives 每月一年最開心的時間終於到了 It's New Year's Eve dinner 就是這個年夜飯啦 All members of the family gather together To enjoy great food While talking about the highlights of the year 那家裡的每一個成員都會聚集在一起啦 去一起吃一頓很美味的年夜飯 享受這些很美味的食物 還會說一下那一年 其實會發生了些什麼開心的事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一年有些什麼難忘的時刻 不知道在收聽這個故事的大家 今年的年夜飯有些什麼的菜呢 有沒有好像這張餐桌上面 有一個的火鍋啊 有一隻的雞啊 有一些很認知的蘿蔔糕啊等等呢 不妨留言告訴我 讓蟲蟲哥哥都羨慕一下啊 好啦吃完年夜飯之後呢 就來到今天的這個日子 就是我們的年初一啦 那我們年初一的時候呢 都會換上新的衣服 就好像蟲蟲哥哥這一件這樣 紅蕩蕩的新的衣服啊 這個都是中國過能力新年的一個習俗來的 把新的衣服放上新的衣服 穿新衣 那同樣呢都是相信可以 趕走一些不好的事情 驅走一些的衰氣 這個也是換新衣 在農曆新年的一個二頭來的 如果細心的 小朋友大朋友就會留意到 嗯? 這裡好像有個機關啊 那讓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機關是發生什麼事的 準備 1 2 3 哇 我們看到這個妹妹呢 都馬上換了新衣 穿上一些紅色黃色的新衣 是充滿賀年的氣氛啊 耶 說了年夜飯 說了換新衣之後呢 蟲蟲哥哥有新的一版 有個夜景想和大家分享喔 看一下是什麼來的 嘩 大家看一下 這一張圖片多漂亮 我們可以在圖片裡面 看到有煙花之外 還看到有炮漲 我們看看這個圖片是關於什麼的 Cuzan Pink likes firecrackers 我們就看到屏表那裡點炮竹喔 嘩 團團 he is behind that 我們看到團團 這個團團 這個小男生 肥肥的 好可愛喔 你看到她的樣子很驚青 對了 她是躲在爸爸的背後面的人 我想她應該很怕炮竹的聲音 我們看一下Cuzan Pink 怎樣點著這個蠟燭 大家準備好沒有 準備 1 2 3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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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ts off some fireworks herself 她還點著了一些煙花 哪裡是圓圓 大家找不找到 我們跟大家玩一個遊戲 大家有沒有玩過一個叫做 Where is Wally的遊戲 就是找出這個人 究竟在圖片裡面的什麼位置 我們現在要找 遠遠一個點煙花的女生 我給大家五秒時間找 準備 5 4 3 2 1 好 時間 遠遠在哪裡 遠遠原來就是在 這裡 雖然她拿著那枝煙花 比較小規模一些 純粹好像一枝神仙棒 但是她那枝都是煙花 你看到她很開心 她也很勇敢 在拿著一枝神仙棒 跑向爸爸媽媽 The creep sound of firecrackers Echoes across the night sky 炮竹的響聲 簡直是在夜空中回響 While colorful fireworks explode in the air 也當七彩顏色色彩斑藍的煙花在天空中綻放的時候 Brightening up the night 照耀了整個夜空 嘩 真是好美啊 叮噹 The bell rings at 12 o'clock 在12點的時候響起鐘聲 叮噹 It's New Year 嘩 嘩 到12點的時候響起鐘聲 雖然蟲蟲哥哥手上沒有任何煙花 也相信在香港的各位是不能去玩煙花的 記得在香港玩煙花是犯法的 但是蟲蟲哥哥都想送一個煙花給大家 準備 我們一起來倒數 我們倒數321 準備 3 2 1 超 啪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煙花 好了第四集就到這裡為止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年夜飯 換新衣以及點炮竹點煙花的故事 希望大家都喜歡 如果喜歡今天的故事 歡迎給個like我 如果喜歡我整個series 記得subscribe 看來近的第五、第六和第七集 拜拜